忏悔录 作者卢梭 朗读 春雨 第一章第一集 我现在从事的是一项艰巨工作 这工作既无先行者 以后也不会有模仿者的 我希望能在世人面前揭露一个人全部的真实面目 这个人就是我 我是独一无二的 我感受到自己的内心 也了解别人 我不同于我所见到的任何人 我敢说这世界还找不出一个和我类似的人 即使我不比别人好 也至少和他们不同 大自然塑造了我之后 就把所用的模子打碎了 这是是对是错 只有读了我这本书以后才能判定 不管末日审判的号角什么时候吹响 我都会拿着这本书 在至高无上的审判者面前 大胆地说 这就是我所做过的 这就是我所想过的 这就是我 不论善恶 我都同样坦诚以言 我既不隐瞒任何恶 也不夸视任何善 假如在某些地方 做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修饰 那也只是为了填补机性不足 而留下的空白 有些事 我可能因为相信它是真的 就当真的说了 但绝没有故意把假的说成是真的 我曾经是什么样的人 我就把自己写成什么样的人 我曾经背比下流 也曾经善良仁慈 道德高尚 一如我当时所表现的那样 万能的上帝呀 我揭去了我内心的一切尾事 和你亲眼看到的完全一样 请你把我无数的同类众生 召唤到我跟前来吧 让他们听听我的忏悔 让他们为我的种种堕落而叹息 让他们为我的种种缺陷而羞残 然后让他们每一个人 在您的宝座前面 同样真诚地 谈悟自己的心灵中的秘密 看谁有勇气说 我比这个人好 忏悔录 作者 卢梭 朗读 春雨 第一章 第二集 1712年 我出生在日内瓦 是公民伊萨克卢梭 和苏萨纳伯纳尔的儿子 一份中等的遗产 十五等分 分到我父亲名下 几乎是一无所有 他唯一养家糊口的手段 是他的钟表将手艺 作为一个钟表将 他确实至十分出色的 我的母亲是伯纳德牧师的女儿 家境忧郁 她聪明美丽 我父亲好不容易才和她成婚 他们几乎是一生下来就相爱了 八岁的时候 他们就每天傍晚 在特内衣黄肠散步 十岁的时候 他们已是难舍难分了 相互同情和心灵的相通 使他们在亲密接触中 产生的感情 不断加强着 他们的情感 都十分敏感 都希望能在对方那里找到有同样感受的那一刻 并且可以说 这样的机会也在等待他们 当他们感受到对方的情感的时候 他们的心灵 完全沉迷了 命运要阻止他们的热恋 却反而激发起他们的恋情 年轻的情人 年轻的情人由于得不到他的情人而憔悴 痛苦万分 他劝他去旅行 努力把他忘掉 他去了 却没有结果 回来时 反而更爱他了 他发现他热恋的人 仍那样忠诚而真挚 经过这一番爱的波折 他们所能做的 只能是相爱终生了 他们对此立下了誓约 上天也保证了他们的誓言 我的舅舅加伯利·伯纳尔 爱上了我的一个姑母 姑母是唯一支持我父亲恋情的人 姑母提出条件 只有自己的兄弟能娶她的姐姐 姑母才同意嫁给她 爱情赢得了一切 两场婚礼安排在同一天举行 这样 我的舅舅成了我姑父 他们的孩子成了我双重的表兄弟 一年以后 两家各剩下了一个孩子 这以后不久 他们又不得不分离了 伯纳尔舅舅是个工程师 他在帝国和匈牙利服务 供职于欧人亲王处 他在贝尔格莱德战役中扬名一时 我的父亲在我唯一的哥哥出生以后 应聘到军事坛丁堡 去坐了苏丹的宫廷中表示 我父亲不在家的时候 我母亲由于他的美丽 聪慧和才华 而招来了无数仰慕者向他大献殷勤 其中法国公使 德拉克鲁苏尔先生是最热烈的一个 他那时一定是热情蓬勃 三十年以后 我见到他的时候 他仍对我深情地谈及他 我母亲的品德使他足以抵挡这些诱惑 他深深地爱着自己的丈夫 他催丈夫赶紧回来 他扔下一切回来了 我就是他这次回家的一个不幸的果实 十个月以后 我这个孱弱多病的孩子出生了 母亲为我的出生付出了生命 我的出生就成了我无数不幸中的第一个 我从未听说过 我父亲是如何熬过丧偶之痛的 但我知道 他从未减除过痛苦 他相信在我身上能看到他的妻子 可是又不能忘却 正是我夺走了他的生命 每次他拥抱我的时候 都深深地叹息着 惊鸾般地把我紧紧地贴在他的胸口上 对我的父爱混杂着遗憾和伤痛 这是他对我更加温情 他对我说 让雅克 让我们来谈谈你妈妈吧 我通常都回答说 好吧爸爸 我们又要哭一场了 仅仅这些话 已经足以使他落泪了 唉 他忧伤地说 把他还给我吧 安慰一下我失去他的痛苦吧 把他在我灵魂中留下的空虚填不起来吧 如果仅仅是因为你是我的儿子 我会这样爱你吗 失去他四十年后 他死在他第二任妻子的怀抱中 但他口中念着的是前妻的名字 心里存留的是前妻的影像 我的父母就是这样的人 上天给予了他们诸多美德 他们敏感多情的心灵 是唯一留给我的 然而 这在他们是幸福的源泉 在我却是生活中不幸的根源 我来到这世上时 奄奄一息 把我救活的希望 微乎其微 我与生俱来的病根 随着时日的延续而加重 有时有所缓解 也好像只是为了让我换种方式 承受更大的痛苦 我的一个姑母 一位温柔善良的年轻女士 精心照料我 正是她挽救了我的生命 现在我写作的时候 她仍活着 已经八十高龄了 在照料着 比自己年轻 却因纵久伤害了身体的丈夫 亲爱的姑母呀 我无法埋怨你 救活了我的生命 我深深遗憾的是 在你岁月的终点 我却不能像你在我生命起始的时候 竭力照顾我一样 来魂抱你 我亲爱的老儒母 亚克林娜 也还近在 身体结实 那双在我出生时 拨开我双眼的手 还可能在我死时 再合上我的双眼吧 我先有感觉 后有思考 这是人类共有的命运 这一点 我比别人体验得更深 我知道五六岁时 才知道我在做什么 我不知道我是如何学会阅读的 我只记得我最早的读物 以及它给我的影响 从那时起 我记下了我对自己连续的认识 我母亲遗留下一些小说 我父亲和我在晚餐后阅读他们 开始的时候 只是为了借助于这些有趣的书 来练习乐 但过了不久 我就变得兴趣盎然 我们常常轮流不停地读 一侧带手 不读完就放不下来 有时父亲听见燕子在晨光中叫了 很不好意思地说 我们去睡吧 我都比你还像个孩子了 在很短的时间内 我通过这种危险的方法 不仅在阅读和理解方面 获得了娴熟的技巧 而且得到了其他像我这样年龄的孩子 所没有的情欲方面的知识 我对他们本身并没有什么自觉的概念 我说不上懂什么 却感觉到了 这些接二连三扑面而来的杂乱激情 当然并没有扰乱我的理智 因为那时我还不曾拥有理智 但是他们对我留下了一种特殊的印记 给了我关于人生奇特而浪漫的观念 生活经验和反思都没有使之改变 那些小说在1719年夏目读完了 接下来的冬天又有了别的书 母亲的藏书读完了以后 我们又找来了外祖父留给母亲的书来读 幸运的是里面的好书不少 事实上这并不奇怪 因为这些书是一位牧师所收藏的 在那时牧师通常是博学的 况且外祖父又是一个富有情趣和才华的人 勒苏鄂尔著的教会与帝国历史 包雪埃的《世界通识讲话》 普鲁塔克的《名人传》 纳尼的威尼斯历史 奥威德的《变形记》 《拉伯吕耶》的著作 《奉德奈尔的宇宙万象解说》和《死人对话录》 还有《莫里埃》的几部著作 都被搬到我父亲的房间里 他工作的时候 我就挑一些读给他听 我从中感到了少有的 在我这样年龄的人也许有些奇特的兴趣 普鲁塔克成了我最喜爱的作家 我对他反复的阅读中所感到的乐趣 多少改变了我对小说的兴趣 不久以后 笔之欧隆达特 阿泰门和幽巴 我更愿意读阿格希拉斯 布鲁图斯 阿里斯提德 这些有趣的读物 和我们父子之间 关于这些读物的交谈 培养了我的自由和共和精神 以及我傲暗不羁 不能忍受束缚和奴役的性格 在我的一生中 我都会因为这种性格 受到压抑而痛苦 我总是梦想着罗马和希腊 好像就生活在那些伟人中间 我是个天生的共和国公民 我父亲赋予爱国主义精神 作为他的儿子 我以他为榜样 我认为我是一个希腊人 或罗马人 我在读一个英雄人物的传记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就是那个英雄 朗读时 一个人物坚韧和无畏的品质 会完全抓住我的注意力 这使我双眼闪亮 声音高抗 有一天 我在饭桌上讲起了西弗拉的历史 为了模仿他的行为 把手伸到了火盆上 把大家吓了一大跳 我有一个比我大七岁的哥哥 那时在学父亲的手艺 家人对我过分的关心 难免使他受到冷落 对此我并不以为然 这种冷落的结果又使他的教育受到影响 他还不到放荡的年纪就胡作非为起来 他被送到别的师父那里 但仍像在家里一样 偷偷丢了出去 我几乎见不到他 很难说我了解他 但是我一直对他抱有温爱 他也像一个小混混爱别人一样爱我 我记得有一次我父亲在愤怒中痛打他 我急忙冲到他们中间紧紧地抱住他 我就这样用自己的身体遮护着他 挨了本来是打他的好多拳头 我一动不动地保持着这种姿势 可能是因为我连哭带喊 或者怕我吃到比哥哥更大的苦头巴 最后我哥哥完全堕落 离家出走失踪了 过了一段时间 听说他在德国 他从未给我们写过信 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 这样一来 我成了家中的独子了 如果说这个可怜的孩子 没有受到细心的教养的话 他的兄弟就不一样了 就是王子也不会得到 比我小时候更多的照顾 身边的人无不对我呵护被制 和一般情况完全不同的是 我受到了宠爱 却没有被溺爱 直到离开家 我还从来没有被允许和别的孩子 一起在街上闲逛过 也没有被放纵过 或者压抑我那些出于自然的 古怪而又反复无常的天性 但实际上却是教育的结果 我有我年龄上的缺点 我嘴多 嘴馋 有时还撒谎 我偷过果子 糖果 和其他吃的东西 但我从没有在伤害别人 毁坏事物 非难他人 虐待可怜的小动物中 感到过快乐 我记得我曾经趁邻居克罗特太太 上教堂时 在她的锅里撒了一泡尿 说真的 这是想来还是觉得可笑 因为克罗特太太 在其他方面是值得尊敬的好人 却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唠叨的 这是我小时候所做过的 简短而真实的故事 我眼前都是善良的榜样 他们无不是世上最好的人 我又怎么可能变坏呢 我的父亲 我的姑母 我的乳母 我的亲戚 我的朋友 我的邻居 所有周围的人 从不对我一味顺从 这是事实 但他们都爱我 我也同样爱他们 我的心愿不会受到刺激 也不会受到压制 所以我也就没有什么心愿 我可以发誓 直到我受到老师管制 我还从不知道幻想是什么 除了在父亲的陪伴下 读书写字 或者我如母带我去散步 我总是和我姑母在一起 坐或站在她身边 看她绣花或者唱歌 我心里十分快乐 她的快活 温柔 还有她好看的脸庞 在我心底里留下了深刻 而又鲜活的记忆 至今仍好像能看见她的习惯 容貌和姿态 我记得她赋予感染力的笑声 我能形容出她穿的衣服和书的发饰 也记得她两并上卷起的两个黑发小环 那是当时流行的饰样 我确信正是她的影响 我才会在很久以后 有了对于音乐的兴趣 或者说是爱好 她知道很多好听的小量和歌曲 她常用轻轻细细的声音涌唱 这位优秀的女性心灵中的快乐 驱散了她自己和她周围的人的惆怅和忧郁 她的歌声对我的魅力是这样的大 不仅她的一些歌曲 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 直到今天 她已经不在 我也变老了 许多本来完全忘记了的 童年时代的歌曲 又带着难以描述的魔力 在我脑海中重新 谁能相信 像我这样一个饱受焦虑和烦恼折磨 年老昏溃的人 用颤抖的破嗓子 哼唱起这些小吊石 竟然像一个孩子一样流泪呢 特别是其中的一只 我已经清楚地回忆起 她的调子来了 可是 她后半部分的歌词 虽然我还模糊地记得 她的韵脚 却总是想不起来 她的开头和所能记得的部分 是这样的 我真没有胆量呀 敌心 带到那棵榆树下 倾听你的目的 因为我们小村里 已经有人窃窃私语 一个木头 一往情深 无所畏惧 玫瑰花 不可能在被眼泪打断之前 把这只歌唱完 我无数次想 我无数次想邪性到巴黎去 请人把她的歌词补全 假如碰巧 有人知道的话 但是 我几乎可以肯定 如果被证明除了我可怜的苏森姑母之外 还有人唱过的话 我在回忆她时 感到的快乐会失去一部分的 这是我在生命之初最早的情感 这样的开始造成的是我心灵既高傲又软弱 性格既怯弱无力又傲然不屈 摇摆于软弱和勇敢 脆弱和坚强之间 使得我一生充满矛盾 从而导致节制与享受 纵情与慎重都没有被我把握住 这种教育被一桩意外的事故打断了 其结果对我的一生造成了影响 我父亲和一个叫高级哀的法军上尉 发生了纠纷 这个高级哀先生和一些议员有关系 为人既粗野又怯懦 他的鼻子碰巧在争吵中流血了 为了报复 指控我父亲在城里向他持剑行凶 企图把我父亲送入监狱 我父亲坚持说 按照法律原告自己也应当入狱 这一要求被驳回了 我父亲宁愿离开日内瓦 在背景离乡中度过余生 也不愿意妥协 他认为妥协有伤他的荣誉和自由 我记得当时在日内瓦要塞共职的伯纳尔舅舅 成了我的监护人 他的长女死了 但他还有一个和我同年的儿子 我们被一起送到了包塞 在新教朗拜尔西埃牧师家里学习 除了拉丁文之外 还有在教育的名下的一堆东西 在山村中度过的两年时间 一定程度上使我那种罗马人的刚硬性格有所弱化 使我又成了一个孩子 在日内瓦的时候 没有加在我头上的任务 我喜欢读书和学习 那是我唯一的乐趣 在包塞 学习任务使我喜欢上了 可以起调剂作用的游戏 乡村对我来说是新奇的 我一直享受着它 我对乡村产生了以后 再没有消费过的深厚情感 在我一生中 在那里度过的幸福生活的记忆 使我对乡村中的快乐 充满惆怅之感 直到我又重新回到他的怀抱 朗拜尔西埃牧师 是个十分聪明的人 他从不放松对我们的教育 不过也不给我们派额外的学习任务 事实是 尽管我不喜欢受管束 但从未以不快的心情 回忆那段学习的时光 同时 即便我没有从他那里 学到多少东西 我也不费什么力气的 学到了我所应学的东西 并且从不忘记 这就足以证明 他在教育方面的安排很好 淳朴的乡村生活 对我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 他打开了我心灵中 朝向友情的那扇窗子 在那以前 我只有一些崇高 却空洞的情感 宁静的生活 使我和表兄伯纳尔日渐亲密 在很短的时间内 我对他的情感 就比我以前对哥哥的情感更深 并且这种情感 再没有消失过 他是一个瘦高体弱的男孩 如同他的身体一样 他的性情也是温和的 从不利用 他是我监护人的儿子的身份 来对待我 我们的功课 我们的游戏 我们的趣味 都是一样的 我们是孤独的 我们是一样的年龄 互相都需要伙伴 分离对我们来说 简直就是一场毁灭 虽然我们很少有机会 表现我们彼此的关系 我们的友情是伟大的 我们不仅不能有短暂的分离 也不能想象有一天会分开 我们都会为一点问情蛰伏 只要没有强制 我们会在任何事情上情投意合 如果说管教我们的人 有所偏爱的话 在他们的眼中 他某些方面强于我 但是当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 我又有强于他的地方 这样我们就扯平了 谈到我们的功课 我会在他游移的时候提示他 我完成了我的作业 就会帮助他 我们游戏的时候 我更机灵的头脑 可以起着引导的作用 总之 我们两个人有完美的默契 友情把我们连接得如此亲密 在包赛和日内瓦的五年多时间里 我们几乎是形影不离 虽然我也要承认 我们常常打架 却从不可能分开 谁也不会是争斗超过一刻钟 谁也不会去告对方的状 这些可能在你看来都是小孩子的事 但这也许在有孩子以来是个特例 我在包赛的生活非常适合我 要是能持续更长的时间 可能会完全铸就我的性格 亲切 挚爱和温柔构成了他的生活基础 我相信没有人在本性上 比我更加远离虚荣了 我在冲动中会变得慷慨激昂 但很快就会回到我柔弱的天性中 我最大的愿望是让所有接近我的人都爱我 我是平和的 我的表兄和我们的保护人也是一样 在整整两年中 我既没有见过谁生气 也没有成为任何暴力的对象 一切都让我来自天性的禀父 得以健康的生长 我懂得 没有什么比看到整个世界都对我满意 也对一切我满意更令人感到幸福的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 要是我在教堂回答问题时支支吾吾的话 最怕的就是看到 朗拜尔西埃小姐脸上不安和不满的神情 在大庭广众之下回答不出问题 固然令人感到丢脸 但是朗拜尔西埃小姐的表现 更叫人难受 这对我有非常大的影响 我虽然对表扬不以为意 但也不希望感到羞愧 可以说我害怕朗拜尔西埃小姐难过的程度 远甚于怕她的责备 他或者他的兄弟在必要的时候也是会相当严厉的 但是由于这种严厉总是合理的 而且从不过分 所以虽然令我苦恼 我却不会不顺从 是别人不快 比自己受处罚更让我难过 别人不满的神情 比我自己受处罚更不好受 把自己说清楚 是一件麻烦的事 但是 无论如何 我都必须这样做 如果他们清楚地认识到 常用的那种不加考虑地对待年轻人的方法 会产生长远的影响 他们采取的方法就会有多么大的不同 这一重大而又源于普通势力的教训 使我不能不谈到它 朗拜尔西埃小姐 对我们不仅有母亲一样的爱 她也对我们具有母亲一样的权威 有时 如果我们必须接受惩罚了 她也会惩罚我们 有时 她只是满足于用惩罚来恐吓 这种新奇的惩罚式恐吓 对我很有效果 但是 接受过惩罚之后 我发现实际上远不如想象的可怕 而且 让人感到奇怪的是 我受惩罚后 反而更爱施加惩罚的她了 只是由于爱的力量 和我温顺的天性 我才克制自己 不要反复去犯 本来很容易犯的同样过作 因为我发现 疼痛 甚至是耻辱 还有夹杂的情欲 都使我不但不害怕 反而更渴望受到她的责打 毫无疑问 有一点早熟的性本能 混搭在这种感觉中 因为同样的惩罚 如果来自于她的哥哥 就不会使我产生什么快意 不过 以她哥哥的脾气而言 我并不怕她替妹妹动手 唯有害怕朗拜尔西安小姐生气 才能阻止我犯错误 好感在我身上发挥着威力 甚至源于肉感的好感所产生的力量 通常在我的心中支配着肉感 我不害怕 却又努力避免的过错 还是发生了 那不是由于我的错 也就是说 是如我所愿的 这样 我就可以心安理得的 从中享受她的好处了 但这第二次 也是最后一次 朗拜尔西安小姐 无疑看出了这种惩罚 并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她觉得太累了 她得放弃这种方式 直到那时 我们都睡在她房间里 冬天的时候 甚至是睡在她床上 过了两天 我们就搬到另一个房间去睡了 我从此得到了 她把我看成是大男孩的荣誉 虽然我宁愿放弃她 谁能相信 一个三十岁的女人 对一个年仅八岁的我 所施加的孩子气的惩罚 竟然会以违反自然结果的方式 影响到我的趣味 欲望和爱好 乃至于整个的人生 我的感觉被激发起来 我的欲望却迷途了 它们局限于 我已经感受到的事物 而不再费力去寻求别的 虽然我的血液 从我出生起 就燃着情欲之火 但直到最冷静 最稳定的气性成熟之前 我都克制着 使自己远离一切污秽 很长时间里 不知道为了什么 我一直都在痛苦中 以发亮的眼睛 盯着我所遇见的漂亮女人 我不停地回想她们 但也仅仅是在想象中 将她们一个个 变成老拜尔西埃小姐 甚至到了我成熟的年龄 这种奇异的爱好 虽然在我身上持续着 驱使我堕落甚至疯狂 但我还是保持了我的道德 尽管这种道德感 早应失去了 如果真有什么 朴素谦虚的教育 那么我所接受的 就是这一种 我的三位姑母 不仅是贤德的典范 而且 她们所具有的典雅谨慎 也是很难在 一般女性身上看到的 我的父亲是一个快乐的人 但他又是一个旧派的人 即便是在他所爱的女人面前 也从不会说一句 可能会是处女脸红的话 我从未见过像我家里 和我面前那样对孩子的尊重 得到这样认真坚持的 我发现 朗拜尔西埃先生 对这种尊重 同样是小心在意的 一个很不错的仆人 就因为在我们面前 说话略微有点放肆 就被辞退了 在我成年以后 我不仅对两性结合 没有清晰的概念 就是那一点茫茫的认识 也是使我觉得丑论不堪 令人厌恶的 我对仓记有着不可磨灭的厌恶感 我看到银棍 心中总是充满了灭事 甚至是恐怖 有一天 我走过一条低洼的小路 到小萨国内克斯去 我看到路两边有一些内洞 有人告诉我说 有些家伙在里面交合 从那时直到现在 我对淫乱行为的厌恶 就格外强烈 一想到这种人 我就会想起狗的交配 这使我感到极其恶心 这种倾向源于教育的本身 有助于延缓那种 异于燃起浴火的气质 最初的爆发 像我已说过的那样 它曾引导过发生在我身上的色力 尽管血液有着令人不快不安的躁动 但我只是把我的想象 放在我曾实际感受过的事物上 我懂得如何把我的欲望 转向我熟悉的快乐 而不是那些使我贤乎的一切 我丝毫也没有想到 这两种快感是相互紧密关联的 在我欲望的幻想中 在我色情的狂想里 以及被这些胡思乱想 有时被诱导的放纵行为中 我想象着求助于异性 但除了我渴求的目的 我从未想过它们 还有其他什么作用 就这样 虽然我具有热情 好色和早熟的气质 我还是安然度过了青春期 除了朗拜尔西埃小姐 在完全无意中给我的肉体观念 我没有欲望 甚至还不知道其他的肉体快感 然后随着时日的千言 我成人了 但原本可以毁灭了我的东西 又保护了我 旧有的童年趣味 没有去除 反而与其他的趣味 结合在一起 我不可能把它 从我源自于 感官的欲望中清除掉 这种怪癖 再加上天性中的羞怯 使我在女性面前 也缺乏冒险精神 没有勇气说出一切 也没有能力做到一切 原来我认为另外那种享乐 对我而言不过是享乐的终点 这种享乐 男人心里想要 却得不到 女人可以给 却又令人无从猜想 在我最爱的女人面前 我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我就这样 磅磅噩噩地度过一生 我既然羞怯于 表达自己的癖好 就只好满足于 用一些有关于 这种癖好的事物 来自我安慰 浮浮于一个 专横的情妇脚下 遵从她的命令 祈求她的宽恕 这对我来说 是一种甜蜜的享受 燥热的想象 越是在我的血液中燃烧 我就越是表现得 像个羞怯的情人 这就不难想象 这种恋爱的方式 不会有什么迅速的进展 对于恋爱对象的争操 也不会有什么 多大的危险 所以我在恋爱中 所获不多 但是这并不影响 用我自己的方式 来得到享受 也就是说 是在想象中 就这样 我的情欲 与我羞怯的性格 和浪漫的精神 彼此融洽 使我保持了感情纯洁 和德行的清白 假使我再无耻一点 同样的癖好 也许会把我抛入 最粗鄙的淫欲之中 在这座黑暗而肮脏的迷宫中 我已经走出了坦白之路上 最初也是最艰难的一步 最让人难以开口的 不是罪恶 而是那些荒谬 和使人羞耻的事 我现在对自己有了确信 大胆说出了这么多以后 我不用再逃避什么了 人们可以从我坦诚的事实中断定 在我的一生中 我狂热地爱过 他们使我失去视力和听觉 剥夺了我的感官 使我全身痙攣颤抖 但我从来没有 向他们说过我的怪皮 即使是在最亲密的情况下 我也没有请求他们 基于我所渴望的专一宠爱 只在我小时候 有一次和一个与我同年的女孩子有过 那也是她先提出来的 追寻我最初的精神生活的踪迹 我发现有一些因素 有时候是朴素矛盾的 然而却又有力地结合在一起 形成简单而统一的效果 我又发现其他的因素 虽然明显是相同的 但由于与不同环境相配合 它们形成的结合 竟然如此不同 以致人们无法想象 这些因素会产生什么联系 比如 谁能相信 我灵魂中最强大的一种力量 与我深入骨髓的色欲和软弱 在同一股泉水中 吹过火 下面要提到的 并没有离开我刚才的主题 却可以提供完全不同的印象 有一天 我一个人在厨房隔壁的房间里 学习功课 女仆把朗拜尔西埃小姐的几把梳子 放在壁炉前面烤干 她回来取梳子的时候 发现有一把梳子的尺全断了 是谁弄坏的 除了我 没有别人进入过这个房间 在被查问时 我否认碰过那把梳子 朗拜尔西埃先生和朗拜尔西埃小姐 都训诫我 对我施压 还威胁我 我坚持说 我真的没有碰过那把梳子 可是 证据是这样有力 足以压倒我所有的抗议 尽管这是我第一次 被认为这样胆大的公然撒谎 这事被看得很严重 事实上也确实应当这样 恶作剧 撒谎 死不认错 都应该受罚 可是这一次 却不是有朗拜尔西埃小姐 自己动手 伯纳尔舅舅 接到他们写的信后 就来了 我可怜的表兄 也面临一个同样严重的问题 我们受到了相同的处罚 这真是可怕的事 他们希望能找到一个彻底了解我的恶行 防止我堕落的方法 他们不能做得比这更好了 很长时间内 我的欲望都风平浪静 他们没能如愿得到我的承认 虽然我被他们审问过好多次 弄得有点狼狈 我还是没有屈服 我宁愿死 并下了这样的决心 暴力在一个倔强的像个魔鬼一样 他们这样说我的孩子面前 服了书 最后 我从这次残酷的审讯中解脱出来 虽然被折磨得几乎崩溃 但毕竟是胜利了 这个事件的发生到现在 近古十年了 我再也没有为了同样的事情而受到惩罚的恐惧 那么让我在上帝面前声明吧 在这件事上 我是清白无辜的 我没有弄坏 也没有去碰过那把梳子 我根本没有接近过壁炉 甚至连想也没有想过要这样做 问我这事是怎么发生的 一点又也没有 我不知道 也不明白 我可以肯定的是 这事与我完全无关 想想一个孩子吧 平日里他是害羞顺从 但是一旦激情爆发出来 他就变得那样的激烈 高傲和不可驯服 一个孩子总是受理性的引导 总是受到温和 公正和体谅的对待 他甚至连不公正的概念也没有 现在却第一次带着恐惧 面对来自他最为爱戴和尊敬的人 给予的不公正 他的思想颠覆了 他的情感错乱了 他的心里 他的脑海里 他整个的小小的理智和精神世界 将会发生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 如果可能的话 想想这样的境况吧 至于我自己 当时内心是什么样的 我已经无从理清和细说了 那时我还没有足够的能力 去领会 为什么这么多的表面现象 都证明我有错 也不会设身处地 去为别人着想 我站在自己的立场上 觉得我并没有犯下什么错 却要承受这样严厉的惩罚 真是太残酷了 肉体上的痛苦虽然沉重 但是我觉得并不算什么 我感觉到的只是气愤 激怒和绝望 我的表兄和我的遭遇 几乎一模一样 他无意中犯了一个错 却被人当成是蓄谋已久的行为 他像我一样陷入了愤怒之中 他和我做出了同样的反应 我们倒在一张床上 激动得全身发抖 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 连气都出不来了 终于当我们幼小的心平静一点 我们能够发泄愤怒了 我们直挺挺地坐在床上 用尽全身的力气 不停地喊叫 柜子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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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这些话的时候 我感觉到自己的脉搏 跳动得快了起来 那些场景 即使活上十万年 也会历历在目 这种本来只与我个人相关的感受 自身变得十分强烈 完全脱离了所有的个人利益 每当我看到或者听到 有任何的不公正 不论受害者是谁 也不论它发生在哪里 我的心都会被愤怒点燃 赞同身受 我在书中读到 《凶残暴君》的恶行 邪恶僧侣的阴谋 我都恨不得冲上前去 把利剑刺入这些家伙的心口 为此我白死不辞 我常常满头大汗的去追赶 或者用石头砸一只公鸡 一头公牛 一只狗 或者其他仅仅是自以为 比别人强壮有力 就欺负别人的动物 这种冲动对我来说 是出于天性 我相信这是与生俱来的 但是我第一次所受到的 不公正待遇 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 如此长久而有力 与我的天性相连在一起 使之更得到了加强 伴随着这个事件 我宁静的童年生活结束了 从那以后 我就再也没有享受到纯洁的幸福 直到今天 我仍觉得我的童年的快乐 在那里结束了 我们在包塞还住了几个月 我们在那里 就如亚当向我们展示的那样 虽然还身处在地上乐园 但我们不再能享受它了 表面上我们的生活还是照旧 实际上却是完全不同了 热爱 尊重 亲密和信任的关系 在学生和他们的教导者之间 已经荡然无存 我们不再把他们 当作能理解我们心灵的神 我们对于错误 不再感到羞耻 不再害怕有人造发 我们开始伪装 还嘴 撒谎 我们那个年龄的人 所能有的恶行 败坏了我们的纯洁 丑坏了我们的游戏 甚至田园生活 也失去了那种 令人心动的宁静和淳朴 它展示给我们的是 孤寂和阴暗 似乎它上面 遮上了一层帷幕 挡住了它的美丽 我们不再尽管 我们的小花园 以及各种植物和花卉 我们不再去轻轻逃开土地 或者看到我们 剥下的种子发芽而欢呼 我们厌倦了这种生活 别人也厌倦了我们 我舅舅把我们带走了 我们离开了 朗拜尔西埃先生 和朗拜尔西埃小姐 我们都彼此逆反对方 所以分别时 并没有多少离彼之情 离开包赛的近三十年 我在回想那里的生活时 没有感到有什么快乐 觉得那里没有什么值得留恋 但现在 我的青春已去 行将进入暮年的时候 许多的记忆都消散了 但是包赛的生活 却带着鲜明的印记 在我的脑海里 像泉水一样涌出来 越来越迷人 越来越有力 好像是感觉到生命在流逝 这回忆成了一个仪式 我努力想通过它 去找回消散的岁月 最细小的事 也让我感到快乐 就因为它属于 过去的那段时光 我能回想起 有关那些地方 人物和时间的所有细节 我看见男女仆人 在房间里忙碌着 燕子从窗口飞进来 我背书的时候 一只苍蝇落在我手上 我看见他们曾住过的 房间里所有的陈设 朗拜尔西埃先生的书房 在右边 墙上挂着一张 历代教皇的铜板画 一只琴雨表 一个大日丽 这房子的背后 是一座地势很高的花园 长满了悬钩子树丛 他们的枝条遮住了窗户 有时还从窗户伸进来 我清楚 读者并不想知道这些 但我还是想要告诉你们 过去的戏之末节 让我回想起来时激动的发抖 我为什么不鼓起勇气 用这种方式来说呢 特别是有五六件事 还是打点折扣吧 我将略取五件 但是我还是想告诉你一件事 就一件 要是你同意我尽可能详细地说的话 我会有更多的快乐的 如果只是为了讨你们的欢喜 我应当选择说说朗贝尔西埃小姐屁股的事 他不幸在草地边上摔倒了 结果整个屁股被碰巧从那里路过的萨兵王 看了个一清二楚 可是这件事我还只是个看客 土台上的胡桃树有趣的故事中 我却是个参与者 并且朗贝尔西埃小姐的事情 虽然本身可笑 可是她是我像热爱母亲一样热爱的人 甚至比爱母亲还深些 好奇的读者们呀 听听土台上胡桃树的可怕悲剧吧 请克制着不要颤抖 在院门外左侧的进口 有一个土台 我们常常在下午的时候 到那里去坐坐 因为那里一点阴凉也没有 朗贝尔西埃先生便叫人种上了一棵 来看人们灌溃它 我们都天真的相信 在土台上 种一棵树 是比在敌人防线的突破口上 插上旗帜 还要好得多的事 我们决心要自己赢得这份光荣 而不能与别人同享 为此 我们从一棵小柳树上 砍下了嫩汁 插在土台上 离那棵令人敬畏的胡桃树 8到10英尺的地方 我们也没有忘记 围着我们的树 挖上同样的水坑 困难的是 如何往坑里浇水 因为水在很远的地方 而我们又没有得到许可去取水 但对于我们的柳树来说 水又是必须的 最初的几天 我们想方设法 用各种器具弄了些水 很是成功 因为我们看到它发芽了 长出新叶来 我们过上个把小时 就去量一量它的生长速度 相信它虽然现在还不到一英尺高 但很快就会给我们阴凉的 这棵树吸引了我们全部的注意 我们像有神经病一样 别的什么也不关心 学习也耽误了 我们的监护者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只好把我们管束得更严了 我们看到没有水胶树 极为伤心的响 要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树汗死了 这真是一件要命的事 最后 我们终于想出办法来了 这办法可以让我们免除伤心 也可以把那棵树 从死亡中拯救出来 办法就是 挖一条地下水道 偷偷地把给胡桃树浇的水 引一部分到我们的柳树这里来 这一计划开始并不成功 虽然我们很卖力气 我们把那条斜钩做得很粗糙 水根本不流 下落的泥土把水道给堵住了 进口上满是泥浆 事情进行得并不顺利 但我们一点也不灰心 我们把钩挖深了 让水可以顺畅地流过 我们把木箱底 劈成小木条 把一些木条 一条条铺在沟底 另外一些 以一定的角度 放在两边 这样就构成了一条 三角形的管道 在进口处 我们塞了一些小木块 稍远一些的地方 还设置了栅栏 可以挡住泥石 却不会足出水流 我们仔细地把我们的工程用途盖好 再用脚小心地踏平 一切都弄好了 我们怀着希望和恐惧 造成的极度的兴奋 等待浇水的一刻 好像过了几个世纪 那一刻终于来了 朗拜尔西埃先生 像平时一样来了 他浇水的时候 我们都站在他身后 一边遮挡住我们的树 很幸运的是 他背对着我们 第一桶水刚浇下去 我们就看到有一部分水 流到我们树下的坑里了 看到这种情形 我们一下子忘记了要小心 发出了欢呼声 这一下就让朗拜尔西埃先生 转过身来了 这下可就糟糕了 朗拜尔西埃先生 本来看到水消得很快 还以为胡桃树下的土治好 心里正在高兴 当他精力地看到水流进了两个坑 也叫了起来 他细看了看 发现我们的阴谋 叫人拿了一把膏来 只挖了一下 就把我们的木条挖出了两三块 然后大嚷到一条暗沟 一条暗沟 他毫不留情地 把一切都挖掉 每一下都挖在我们的心上 一瞬间 木条 水沟 水坑 都被毁掉了 小柳树也被连根抛起 在进行这可怕的破坏的时候 他一句话也没有说 只是不停地重复着 一条暗沟 他一边挥动着高头 一边喊 一条暗沟 一条暗沟 你自然会想 这会给小建筑师们 招来麻烦 那你就想错了 这事就这样过去了 朗拜尔西埃先生 一个责备我们的字 也没有说 一个不高兴的眼神 也没有 从来不提什么 不久 我们甚至还听到 他和妹妹哈哈塌笑 笑声传得很远 使我们奇怪的是 最初的惊恐过去以后 我们就没有再为之烦恼 我们又在别处种了一棵树 还经常回忆起第一次种树发生的灾难 我们重复叫着一条暗沟 一条暗沟 以前我以阿里斯提德或布鲁图斯自聚的时候 还只是时不时的骄傲 这以后我就深受虚荣心所支配了 能够用我们自己的双手修建一条暗沟 能砍下一根树枝 种上和大树竞争 对我来说是无上光荣的事 十岁的时候 我在这方面的认识 就可以和凯撒三十岁时相比了 《忏悔物》 作者卢梭 朗读春雨 第一章第七集上 这棵树桃树和关于它的小故事 依然生动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这是给了我最大欢乐的一棵树 1754年 我到日内瓦旅行 我想去包在看看这棵成为了 我童年生活纪念物的葫桃树 那时应有三分之一个世纪的树林了 可是那时我一直太忙 身不由己 总是抽不出空来 满足自己的愿望 以后就更是少有机会了 但是我心里一直存着这个念头 几乎可以肯定 如果我能回到我设爱的地方 看到我亲爱的胡桃树还活着 我一定会用我的眼泪来浇灌它 回到日内瓦后 我在舅父家住了两三年 一直等到我的朋友们把我的事情安排好 舅父想要他的儿子当一个工程师 他教了他一些制图知识和欧基里德的几何学 我也和他一起学了这些课程 并对之产生了兴趣 特别是制图 这时候他们在争论 我该成为一个钟表将 律师还是牧师 我自己的选择是后者 我觉得传道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但是从我母亲那里继承下来的遗产 由我哥哥和我一分 就不够我读书用 考虑到我的年龄还小 不急于选择职业 我就继续留在舅父家里 几乎是虚度时光 同时还要支付一笔虽然公平 但总数却不小的膳食费用 我舅父和父亲一样是个喜欢玩乐的人 同时也像我父亲一样 不喜欢为义务所束缚 不大管我们 我舅母是一个优点像前卿派教徒 宁愿去唱诗 也不愿意多关心我们的教育 我们几乎是绝对自由的 但我们也从不放纵自己 我们形影不离 满足于我们的小世界 我们也没有去和街上 和我们同龄的孩子交往的愿望 所以也就没有沾上 像这种无所事事的生活 可能传染给我们的浪荡习气 说我们无所事事是不对的 因为我们生活中 从来没有过无所事事的时候 最幸运的是 我们有那么多种好玩的游戏 忙得连我们自己都找不着方向了 我们留在屋里 连出门上街的愿望都没有 我们做鸟龙 笛子 羽毛球 骨 房子 做水枪 弩工 我们在学慈爱的老外公做钟表时 把他的工具都弄坏了 我们还有一个浪费纸张的爱好 用水彩图抹 造他颜料 一个叫钢巴科塔的意大利江湖艺人 来到了日内瓦 我们去看过他一次 以后就再也不想去了 他有牵线木偶戏 我们也就做起木偶来 他用木偶演喜剧 我们也为我们的木偶编喜剧 没有变声哨 我们就自己模仿有趣的声音 来表演有趣的喜剧 这些喜剧 只有我们可爱可敬的亲人们 就耐心坐下来观看 有一天 博纳尔舅舅在家里 朗读了一篇 他自己写的优美的步道文 于是我们又扔下了喜剧 开始写起步道文来 我承认这些细节 没有多大的意思 但它们说明 我们早年的教育 需要多么良好的指导 才能使我们这样幼小的年纪 就自己掌控时间 自己管理自己的人 很少去滥云这种机会 我们没有结交伙伴的需要 甚至有这样的机会 甚至有这样的机会 都不在意 出去散步的时候 我们看到过他们的游戏 可是我们走过的时候 却一点也不羡慕 连参加的想法也没有 我们的友情 完全占据了我们的心灵 我们在一起 做最简单的游戏 就已经觉得够快乐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由于我们总是形影不离 人们开始注意起我们来了 并且我表兄个子很高 而我身材矮小 我们组成了让人很奇怪的一对 他身材又高又瘦 他小小的脸像只水煮过的苹果 他轻柔神情 懒散的步伐 招来了孩子们的嘲笑 人们用当地的方言 给他起了一个绰号 笨驴 每次我们出门 我们只听见周围都是一片叫笨驴的声音 他对此的忍受能力比我强多了 我发火 想打人 这正像是这些小流氓们所希望的 我跟他们打起来也挨了打 我可怜的表兄尽可能的帮助我 但是他太虚弱了 别人一拳就可以把他打倒在地 我气得要疯了 不过我虽然挨了不少拳头 但我并不是真正的攻击特效 他们要打的是笨驴 我倔强的愤怒把事情弄得更糟 后来我们也只在上课的时候 才冒险出门 因为害怕受到嘲骂和追逐 我现在成了一个打抱不平的骑士了 为了像个骑士 我得有个情人 我有两个情人 我时常到尼翁去看父亲 这是福沃州的一个小镇 他就定居在那里 他的人缘很好 这样他的儿子也跟着沾光 在我住在父亲那里的时间里 他的朋友们争相对我表示欢迎 有个德瓦尔松太太 尤其如此 对我万般俘爱 更有甚者 他的女儿把我当作他的情人 这当然不能明白 一个十一岁的男孩子 给一个二十二岁的姑娘当情人 是怎么回事 那些鬼精灵的姑娘们 乐意把小玩偶放在前面 以掩盖后面的大玩偶 他们懂得如何在游戏中展现魅力 以吸引那些大玩偶 至于我 一点也没有看出 我们之间有什么不协调的地方 正经的当回事起来 我心最神秘 简直还把头脑也用在上面了 我真的是爱上他了 虽然我的激动 兴奋和疯癫 演出了不少令人捧唾的戏剧场面 我熟悉两种完全不同 而又非常真实的爱情 它们一般少有共同性 但都非常炽热 它们也不同于亲密的友情 我的整个一生都被分支于 这两种有天壤之别的爱情中了 甚至我还同时体验过他们 例如 在我上面说到过的那段时间里 我公开地占据了德瓦尔森小姐 装横到不容别的男人 接近她的地步 我曾和一个叫戈登的小姑娘 有过几次短暂而热烈的约会 约会时 她屈尊扮演老师的角色 仅此而已 但是这些对我来说是真实的 这就是万分幸福了 我已经感觉到了秘密的价值 虽然我还只是像一个孩子那样 运用她 但是当我发现德瓦尔森小姐 只是为了利用我 以掩盖她和别人的关系时 我给了她以牙还牙的报复 这是她始料不及的 遗憾的是 我的秘密被揭穿了 也就是说 我的小老师 并没有像我一样保守秘密 我们不久就分手了 过了不久 我回到日内玩 经过坑坦斯时 我听见有些小姑娘 压低嗓子喊道 戈登和卢梭 闹翻了 这位哥登小姐确实是不同寻常的人 她长得并不漂亮 但她的脸庞却令人难忘 我现在还想着她 对于一个老傻瓜来说 这些柔情是有点过分了 她的身材 她的气质 特别是 她的眼睛 都与她的年龄不相称 她的神气高傲 咄咄逼人 这正适合她所扮演的角色 而这种神气 也让人首先想起这种角色 使人难以理解的怪事 是她居然将轻率和端庄 合为一体 她对我为所欲为 而我却对她 不能有丝毫的随意 她把我完全当成了个孩子 这使我相信 她要么不再是个孩子 要么相反 她就仍是个 什么也不明白的孩子 只顾做游戏 却看不到面临的危险 对她们两个人 我都钟情 也就是说 我想着其中的一个人时 是全身新的 绝没有去想另一个 另一方面 她们在我身上 所激发的感情 没有丝毫相似之处 就算我和德瓦尔松小姐 度过一生 我也不会想着 要离开她 但我靠近她的时候 我的喜悦是平静的 并不激动 我对她的爱超过流俗 无论是说俏皮话 开玩笑 还是争风吃醋 都使我觉得难分难舍 津津有味 她对我那些成年的情敌 表现出蔑视的神情 却对我格外垂青 我觉得又骄傲又自豪 我受着煎熬 却甘愿忍受这种煎熬 掌声鼓励和欢笑 使我感到温暖 精神振奋 我激情勃发 妙语莲珠 在公开场合 我爱得发狂 可是私下面对的时候 却拘束冷淡 可能还有些厌烦 然而 我是那样关心着她 她生病的时候 我痛苦不安 我宁愿用自己的健康 来换取她的康复 要知道 按照我的经验 我是十分了解 病痛和健康的意义的 离开她的时候 我想着她 思念她 当我在她身边 她的爱护 所达的是我的心灵 而不是肉体 我在与她的亲密中 有一种安宁的感觉 她给予我的 我已经觉得满足了 不需要更多 然而 我不能忍受的是 她对别人 跟对我一样 我对她 同她的骨肉兄弟 一般挚爱 如情人一样的 善于嫉妒 一想到戈登小姐 带别人 也像带我 我就嫉妒的 如同土耳其人 疯子和老虎一样 因为 即使我想在她那里 得到一点恩惠 不跪下双膝 也办不到 我在靠近 德瓦尔松小姐时 只有真实的欢乐 却没有激情 要是看到 戈登小姐 我就什么 也看不到了 我整个人 都神魂颠倒了 对于前者 我是亲近 却没有放肆 相反 后者一出现 虽然鼻子都十分熟悉 我却兴奋得害羞 我相信 要是我和她 待的时间长一些 我会死去的 我的心跳 使我要窒息了 我一样害怕 失去他们的爱 但我对一个 更多的是体贴关心 对另一个 则是 唯命是从 给我什么 我也不愿意 让德瓦尔松小姐 不高兴 但要是 戈登小姐命令 我跳火坑 我相信 我会毫不犹豫地遵从 关于我的谣传 或者说 我和戈登小姐的约会 只持续了很短的一段时间 我们都从中感到幸福 我和德瓦尔松小姐的关系 没有同样的危险 但是 时间稍长 也不能免出灾祸 这种关系的结局 通常是有点浪漫 也给人提供了一个 感伤的机会 我和德瓦尔松小姐的关系 并不热烈 但也许 更加亲近 我们没有一次分别的时候 不流泪 一离开他 我就感到自己 完全陷入到空虚之中 我所谈到的 想到的 全是他 我的伤痛 真切 实在 但我也相信 说到底 这种英雄类 也不全是为他而洒的 我自己没有觉察到的是 游戏消遣 在这中间起了重要作用 他只是在游戏中 占据了中心罢了 为了排遣离别的伤心 我们互相写信 写得连铁石新唐的人 也会为之动容 最后 我胜利了 他不能再忍受了 跑到日内瓦来看我 这一下 我就完全晕了 他待在那里的两天里 我如醉如狂 他离开时 我想等他一走 就去投水自杀 空气中 回荡着我的哀嚎声 八天后 他送了我糖果和手套 要不是我那时 已经知道他结婚了 他那次来看我 只是置办嫁妆时顺道 我一定会认为 这是了不得的幸福 可以想象 我当时的愤怒 无法形容 在我高贵的怒火中 我发誓 不再见这个无情的东西 我想象不出 对他还有什么 比着更可怕的惩罚了 然而 他并没有因此而死去 二十年以后 我去看我父亲 和他在湖里划船的时候 我问他 离我们不远的 那只船上的女士是谁 什么 我父亲笑着说 你的心没有告诉你吗 这是你的老情人 德瓦尔松小姐 现在是克里斯帝太太 我为这个几乎 已经忘记了的名字 吃了一惊 但我叫船夫 改了方向 虽然那一刻 我有很好的机会报复 但不想为此 去破坏我的誓言 和一个四十岁的女人 为二十年前的事 再次争吵 在我未来事业得以确定以前 我最宝贵的少年时代 就这样浪费在这些蠢事上了 根据我的天性 做了长久考虑后 我被选择去从事一个最无趣的职业 我被送到镇上的法院书记官 马赛龙先生那里 跟他学习做承揽诉讼人 我对这个名称极其厌恶 以肮脏的手段去获得利益 对我来说是伤害尊严的事 我对这职业既厌烦又难以忍受 没完没了的事情 奴才一般的感觉让我咽透了 我没有一次不是带着憎恶之情去上班的 而且这感觉日渐增长 马赛龙先生对我很不满意 还蔑视我 不停地责备我 懒惰愚蠢 每天都在我耳边 叙叙不止地说 我舅舅说我能干 其实我什么也不会 说我是一个聪明的小伙子 其实却送来一个傻瓜 最后我终于从事务所被赶走了 马赛龙先生的职员们 说我除了拿错刀 一无所用 我的职业经过这样平定以后 就只好去当学徒了 不过不是当钟表将 而是当雕工 我被马赛龙先生弄得没了脾气 变得十分卑微 我毫无怨言地服从了 我的新师傅 杜康姆先生 是个粗暴的年轻人 在很短时间里 就磨掉了我童年时代的光华 使我多情而活泼的天性 麻木了 我在精神上和生活上 都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学徒 我的拉丁文 我的古典文学 我的历史都被我远远地抛到脑后去了 我甚至不记得这世上还有鲁马人 我去看我父亲的时候 他也不再能在我身上找到他的幻觉了 在女士们看来 我也不再是那个讨人喜欢的让雅克鲁苏了 我确信朗拜尔西埃兄妹 也不再会认我是他们的学生 所以我就不去拜访他们了 从那以后再没有见过他们 柬埔的娱乐被最下流的趣味 和最低级的街头流氓习气代替 我把他们忘得连想也想不起来了 虽然我受过最好的教育 但我必定有一种很强的堕落倾向 所有的变化都毫不费力地飞快发生了 就算是早熟的凯撒堕落成拉里东时 也没有这么快 这手艺本身我并不讨厌 我对图样有兴趣 而且也喜欢使用雕刻工具 在钟表制造这一行里 客工的技艺不难掌握 我有希望做得完美 如果不是我师父的粗暴和苛刻 使我对工作厌恶的话 我也许早就做到了 我偷偷地在工作时间里 做了一些和工作类似的事 不过对我来说有着自由的乐趣 我为自己和同伴们雕了一些骑士勋章 我师父发现了我做的伪劲活 把我痛打了一顿 说我在练习之道硬币 因为我雕的勋章上有共和国的国徽 我能发誓我根本就不懂得什么伪币 对真币也只略有所知 我对怎么制造罗马阿斯所知道的 比我们的三粗硬币要多得多 我师父的恨抱 终于使我对本来十分喜欢的工作不能忍受 而且使我养成了我原来痛恨的种种恶习 如撒谎 懒惰 偷窃 对我在那段生活中发生的变化的回忆 比什么都能更好地告诉我 在家里当儿女和外出当奴隶的区别 我生讯怕羞胆小 有再多的缺点也不会厚颜无耻 但是我以前所享有的自由 还只是一点点的缩小 现在却终于都没有了 我在父亲面前无所顾忌 在朗拜尔西埃先生那里自由自在 在我舅舅那里我谨慎克制 在我师父那里我变得胆小如鼠了 那时我完全不像个孩子 我已经习惯了和长辈完全平等的相交 没有什么好玩的游戏我不能参加 没有什么好吃的我不能分享 没有什么愿望我不能表达 怎么想我就怎么说 不难判断我现在被束缚成什么样了 我不敢冒险张罪说什么 饭吃到一半我就得离开 除了被捆绑在没完没了的工作上 我没有别的事可做 看着别人玩乐自己却不能 我师父和狐朋狗友的逍遥自在 更加重了我的受奴役感 即使是争论我最熟悉的事情 我也不敢开口 总之在那里我是见到什么就羡慕什么 这都是因为我被剥夺了一切 从那时起 我的安逸我的欢乐 我以前犯了错帮助我逃脱惩罚的 动听的话都成了过句 我想起有一天晚上 在我父亲那里 因为犯了个错 我被罚不准吃饭就要上床睡觉 我有点郁闷的拿着一块面包 从厨房经过 我看见一大块肉在烤着 我还闻到了香味 家人们都围着炉子站着 我经过的时候 不得不和每个人道晚安 道完晚安后 我向烤肉瞄了一眼 它看上去多美味呀 我忍不住向它野鞠了一躬 用悲伤的声调说 晚安 烤肉 这句天真的俏皮话 让他们都笑了 于是他们叫我留下来吃晚饭了 想起这事还真叫人忍俊不尽 在我师父家 这样的话也许有同样的效果 但是它恐怕不会跳到我嘴边了 即使想到了 我也没有勇气说出来 就这样 我学会了贪心 作假 撒谎 最后发展到盗窃 这些念头 在那以前 从来没有进入我的思想中 可自从那以后 我就再也没有根治过这些毛病 是贪婪和脆弱 将人引向这个方向 这就能解释 为什么所有的仆人都是流氓 所有的学徒也是一样 但是后者 如果在一个平和与平等的条件下 他们的要求能得到满足的话 随着他们的成长 他们还是会纠正这种可耻倾向的 但我没有得到这样的条件 我也就没能得到这样的结果 孩子的本性总是好的 是邪恶的知道规则 将他们一步步的引向罪恶 我在师傅家待了一年多 虽然一直手头结局 而且又有不断的诱惑 但我却没有去偷过任何东西 甚至是吃的 我第一次做小偷 是为了帮助别人 但是这位另外几次偷到 开了先例 这几次偷到的动机 就没有什么值得说的了 我师傅有一个欺满的学徒 叫维拉特先生 他的房子就在附近 不远处有一个园子 种着名贵的芦笋 维拉特先生手头不宽裕 想出了个主意 从他母亲那里偷些嫩芦笋 去卖了换几顿好饭吃 他自己不愿去冒这个风险 而且他手脚也不够灵便 他选了我去干这差事 他先是给了一阵甜言蜜语的恭维 我没有看出他的意图 很轻易就中了他的圈套 我本来很不情愿 他却一直坚持 我扛不过他的百般奉承 于是就答应了 每天早晨 我都去割些最好的芦笋 拿到茂拉尔市场去 那里有个女人 发现我的芦笋是偷来的 于是就当面这样说我 好低价买下 我做贼心虚 只好听顺他 给几个算几个 然后把钱交给维拉特 这钱马上就变成了一顿饭 操办的人是我 吃的却是他和他的另一个同伴 我分的一杯羹就很满意了 至于酒杯可是从没碰过 这事我干了好几天 想也没想过要偷一下偷盗者 从盗卖的芦笋中抽点十一顺 我忠诚不二地扮演着我的角色 唯一的动机就是讨得驱使我的人的欢形 但是要是我被戳住了 拳头辱骂和残忍的对待都会是我所要忍受的 人们会相信那个骗我的混蛋 我却会因为污蔑他而要遭受双重的惩罚 要知道他已经学徒欺满了 而我却还是一个学徒啊 走遍天下都是有罪的强者能逍遥法外 而让无辜的弱者为之付出代价 经过这件事我知道盗窃远没有我原来想象的那么可怕 很快我就把这一发现运用自如 我想要的东西只要能弄到手 没有一件能逃脱的 我吃的还不算极差 之所以结实困难 是因为看到我师父的吃相 他惯常在好吃的东西送到桌上时 就把年轻人赶走 在我看来 这是最容易使他们成为馋鬼和小偷的 在很短的时间内 我就身兼两刃了 一般我都得心应手 只是偶然被捉住挨顿痛打而已 想到有一次偷苹果 被抓住让我付出很大代价的事 我觉得又可怕又可笑 那些苹果放在储藏室的最里面 从厨房的一个很高的窗栏 透过来的阳光可以照进去 有一天我一个人在屋子里 我爬上案板去窥视 赫斯破里德斯苹果园中 我渴望不可及的美味 我拿了一把烤肉的铁叉 看是否够得上 但还是太短了 为了把它揭长 我在上面绑了另一把小叉子 这是我师父打猎用的 他喜欢打猎 我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 最后我感觉扎中一只苹果了 好不高兴 我小心翼翼地往上提 苹果接近窗栏了 我正准备抓住它 但是怎么说清我当时的烦恼呢 苹果太大 窗栏太窄 拿不出来 我不知试了多少种方法 把它拿出来 我只好把叉子固定住 用一把长刀子 把它切成两半 希望能一块一块地取出来 可是我刚把它切开 两块都掉到储藏室里面去了 赋予同情心的读者呀 为我分担苦恼吧 我没有失去勇气 但我浪费了不少时间 我怕不小心被人抓住 只好等第二天再去试试运气 我尽量装得没事人一样 丢回去继续工作 却没想到储藏室里面 还有两个不会保密的证据 第二天 找到了一个适合的时机 我又去进行了新的尝试 我爬上案板 接藏了叉子 对准了苹果 正准备去刺 然而不幸的是 那条护宝龙并没有睡着 储藏室的门一下子打开了 我师父走了出来 抱着双臂 瞪着我 说 胆子不小啊 写到这里 笔都从我手里掉下来了 由于经常挨打 我很快就把它看成是家常电饭了 我把它当作对盗窃行为的补偿 给了我继续偷盗的权利 我不回头看我受惩罚的时候 而是向前看 想着如何复仇 我想 既然把我当作小偷来处罚 那我就可以像一个小偷那样行动了 我发现 偷盗和挨打结合在一起 构成了一种交易 我做到了我的那一份就安心了 师父要做什么都由他好了 有了这个念头 我开始偷得更多了 我对自己说 结果会怎么样 我会挨打的 有什么好怕的 我生来就是挨打的 我好吃 但并不贪吃 好色 却不淫乱 其他的爱好太多 把两种虚妄冲淡了 除非闲着无聊 我不会去想着口腹之欲 而我一生中又少有空闲 这样我也就没有什么时间去考虑美食的问题 因为这个原因 我没有把我偷窃的对象局限在吃的东西上 很快就转向了引诱我的一切 如果要说我没有成为一个贯贼的原因 那是因为金钱从未对我产生太大的吸引力 作坊的一头 有我师父的一个房间 门老是锁着 我想了法子 神不知鬼不觉的进去再把门关好 里面有他最好的工具 图样和样品 凡是我喜欢的和他不给我的 我都当作贡品拿走了 不过这种偷盗可算是无罪的 因为偷来的东西还是用于为他干的活上呢 不过能掌握运用这些小东西 我还是狂喜不已 我觉得在偷了他的东西的同时 把他的技术也偷出来了 另外我发现箱子里有金银碎片 小事物 贵重物品和钱币 那时我口袋里有四五个书 我就觉得很有钱了 所以那些东西我动都没动 我记得我连看也没多看一眼 我看他们的时候 恐惧远重于喜欢 我相信对偷钱和贵重物品的恐惧 多半是教育的结果 而且我意起这个念头 丢脸 坐牢 判刑和脚评价 这些考虑就在我心中翻腾 叫我不寒而栗 反之我做的那些坏事 不过是一些小小的恶作剧罢了 事实上他们也算不得什么 顶多会引来我师父的一份痛打而已 我在事先早就有所准备了 不过我要重复的是 我从未认为我到了需要悬崖勒马的境地 我没什么大不了的事 对我来说 一张漂亮图画比足以买一令尺的钱吸引力 要大得多 这种怪癖与我的性格特点相关 它深深地影响了我的行为 所以值得在这里解释一下 忏悔录 作者卢梭 朗读春雨 第一章第十九集 我是个很有激情的人 我一激动起来 没有什么可以与我的狂热相比 我会失去判断力 恭敬 畏惧 庄重 什么都不管不顾了 我会变得愤世嫉俗 厚颜无耻 狂暴凶猛 无所畏惧 羞耻拦不住我 危险 吓不倒我 我渴望的东西 就是我整个的世界 其他什么也不存在 但这一切只会持续一会儿 接下来 我就会完全陷入空虚之中 我平静的时候 懒散而怯懦 什么都会让我心怀畏惧 灰心丧气 一只苍蝇 我梦飞过 也会惊吓着我 必须要说的话 必须要做的手势 我都不想说 不想做 畏惧和羞耻 沉重地压迫着我 让我只想逃到没人的地方去 必须要做的事 我不知道怎么做好 必须要说的话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好 要是有人注视我 我会觉得无地自容 我情绪高的时候 会说出些漂亮的言词 但在平常的谈话中 我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而我免不了要说话 所以我遇到日常谈话 就苦不堪言了 不仅如此 没有什么在我这里 其支配作用的趣味 是可以用金钱收买的 我要的只是纯粹的快乐 金钱却会对之造成损害 比如我喜欢美食 但我不能忍受上等社会的拘束 也不能忍受小酒馆里的烂饮 我只能与一个朋友分享 我也不能一个人就餐 因为如果这样的话 我就会胡思乱想 吃起来就味同嚼辣了 如果我渴望女人 那么能激动我的心的 更多的仍然是爱情 凡是可以用钱买来的女人 我都会觉得幸畏所然 我甚至会怀疑 是不是需要这种女人 我发现 凡是可以轻易到手的快乐 都是如此 需要花钱的东西 都是一样不畏 我热爱的是这些 只属于最先懂得 如何享受她的人的快乐 我从来不像世人那样 看待金钱 不仅如此 我从不把她看成是 能给我带来多大便利的东西 她本身并没有什么用处 在享受她之前 就要把她换成别的东西 购买 讨价还价 经常性的受骗 付出的多 得到的少 我本想得到一件质量上乘的东西 用钱去买 得到的必定是一件裂品 我付了高价买鲜袋 得到的却是臭袋 付了高价买水果 得到的是深色的 出高价找个少女 结果得到的是个堕落的 我喜欢美酒 但我到哪里去寻找 找酒商吗 无论我怎么做 得到的酒必定伤身 要是我真的想得到良好的服务 我得蒙受多少麻烦和困窘 我必须结识朋友 代理商 付佣金 写信 到处奔走 等待 最后还是经常受骗 金钱给我带来多少麻烦 我对之产生的恐惧远大于对美酒的喜好 在我当学徒的前后 我不知多少回想去买些好吃的 走到点心铺里 我看到一些女人 站在柜台边 我觉得她们正在嘲笑 来了一个小蝉虫 我走到一家水果店 看着鲜美的梨子 它们发出诱人的气味 两三个小伙子 在一旁打量我 有个认识我的人 正站在她的店门前 我看见一个姑娘 从远处走来 她是不是这家的女仆 我的近视眼 把这一切都弄得像幻觉一样 所有的路人都被我当成了熟人 走到哪里都让我觉得胆怯 都让我为难 我越是怕羞 对美食的渴望就越是强烈 最后我像个傻瓜一样回到家里 对美食的渴望却没有实现 我口袋里的钱 足以实现这个愿望 却没有勇气去买甚何东西 说到我自己和别人 怎么花我的钱 我就得描述 我常常经历的种种窘迫 羞残 厌恶 繁琐和恼怒 这样我就得进入一本 毫无趣味可言的流水账了 对读者而言 了解我的生活过程 就熟悉了我的真性情 他会明白这一切的 用不着我费心来说这些 明白了这些 就容易理解我身上一个明显的矛盾 对金钱无比的贪婪和对金钱极端的蔑视何为一体 金钱 金钱是我很少能找到何用之处的东西 没钱的时候 我从不挖空心思去获取 有钱的时候 我把它放在一边 很长时间也不会去用它 因为不知道怎样花掉 才会让我自己高兴 而一旦有了合适的用场 我把钱包偷偷了 还不知道 不要希望在我身上能找到财迷的外皮 把花钱当作白铺 相反 我花钱总是偷偷的 是为了得到快乐 我不会以大把花钱的方式来炫耀自己 而是会尽量隐藏 我强烈的感觉到 金钱对我并无用处 有钱让我感到的是羞耻 更不用说是使用它了 要是我有一笔足够的收入 可以过上舒适的生活 我肯定不会成为手材牛的 我会把它用光 而不会想着要让它生息 可我不稳定的处境 让我小心翼翼 我崇尚自由 分物束缚 繁琐和衣服 要口袋里有钱 才能保证我的自由 减轻我去找生活费用 这种让我感到害怕的麻烦 但是 囊空如洗 让我恐惧 所以我总小心地积蓄金钱 一个人所拥有的金钱 是获得自由的手段 而我们急切地追求金钱 却是使我们受奴役的工具 因此 我对自己所有的金钱 抓得很紧 而对没到手的 却无所谓 有钱的快乐 比不上赚钱时的苦恼 所以说 我的蛋默 只是由于懒散罢了 同样 我的挥霍 也是出于懒散 既然有了 花得痛快的机会 也就不必斤斤计较了 金钱对我的诱惑 小于物对我的诱惑 因为 金钱在希望得到的享受 和物之间 只是一个中间物 而在物本身 和享受之间 却是没有什么阻隔的 如果我看到的是物 它会诱惑我 但如果我看到的 只是获取物的手段 却不会有什么诱惑 因为这个原因 我做过小偷 就是现在 有时 我也会去偷一些 诱惑我的小玩意儿 我宁愿偷拿 也不愿问人要 但是 无论是我小时候 还是长大成人 我记得 我都没有偷过别人 一个小钱 只有一次 那是在十五年前 我偷了七个 李弗林十个苏 这个事件 之所以值得回想 是因为 它包含混杂着 最大的愚蠢和无耻 要是 要是这一事 不是发生在我自己 而是别人身上 我肯定不会相信的 忏悔度 作者 卢梭 朗卢 春雨 第一章 第二十一集 这事 这事发生在巴黎 大约是五点钟的时候 我正和 德弗兰戈耶先生 在王宫散步 他掏出表来 看了看说 我们去剧院吧 我同意了 他买了两张票 给了我一张 他拿着一张 走在前面 我跟着他 他进去后 我发现门口 十分拥挤 我看了看 大家都站着 我想这样 很容易 把自己给挤丢的 德弗兰戈耶 肯定也会认为 我挤丢了 我就走了出去 退了票 拿了钱 然后就走开了 没想到的是 我刚到大门口 人们都找到位子 坐下了 德弗兰戈耶 能很清楚地看到 我不在那里 没有什么行为 比这更与我的天性 相违背了 我提起它 是为了说明 人们会有精神 半疯半疯的时候的 这时 他们不能由其行动 来判别 我确实 没有想要偷这钱 我偷走的是 是这钱的用处 越说不是做贼 越显得厚颜无耻 如果要我把我在 学徒时代 从崇高的英雄主义 堕落成一个 卑鄙的下流皮 过程中的细节 都交代清楚 那我就永远说不完了 然而 虽然我染上了 我那个地位的人 都有的恶习 但我并没有对之沉迷 我厌倦了 我同伴们的那些娱乐 过分的束缚 使工作变得不可忍受 我对一切都产生了厌烦 这就使我对扔下很久的书本 重新赶起兴趣来 我因为读书而耽误了工作 这又成了我一个受惩罚的罪名 束缚激发出我读书的激情 不久这激情就变成了狂热 一个叫拉特里布的租书人 为我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 不论好坏 我都一样喜欢 我不加选择一样贪婪的阅读 我在工作台上读 在外出办事的时候读 在处一室里读 一连几小时完全沉醉其中 我因为读书而弄得头昏脑胀 什么事也做不下去了 我师父监视我 对我的行为莫名其妙 他打我 把我的书抢走 不知有多少本书被撕毁 烧毁 被扔出窗外 也不知道拉特里布的藏书里 有多少本是残缺不全的 我没有钱付给他的时候 就把我的衬衫 领带和衣物给他 每个星期天 我都把我三个苏的零花钱 全拿给他 好吧 说到这里 你就要说了 钱还是必须的 确实如此 但也只有在我对读书的激情 使我顾不上其他的事的时候 才是如此 我完全投入到我新的爱好里了 我什么也不做 只是读书 不再偷东西了 这是我的特点 只要一点点小事的转移作用 就能改变我 把我的注意力 引到已经成了我的生活形式的习惯中去 最后成为激情 于是我就忘记了世上的一切 除了我专注的新对象 我什么也不想 我翻开我口袋里的新书时 心会激动的直跳 只要有我一个人独处的机会 我就会把书掏出来 再也不想去我师父的房间里 翻箱倒柜了 我相信 无论我有什么奢侈的爱好 我都绝不会为了他去偷钱的 我总被眼前的事所局限 从没想过要为将来做些什么 拉特里布给我赦账 要价也低 我只要有一刻在手 就把一切都忘了 到我手中的钱 都无一例外的 用同样的方式 交给了这个女人 她向我催款的时候 我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拿我的财物去抵偿 只有深谋卷虑的人 才会去偷钱 我想也没想过要偷钱还债 忏悔录 作者卢梭 朗读春雨 第一章第二十三集 我在万分悲伤中 扑倒在斜堤上 嘴啃着泥 我的同伴为他们的不幸笑起来 马上就决定了怎么办 我也一样做了决定 但我的决定和他们的不同 我当场发誓 不再回师父那里去了 第二天清晨 他们等城门开了 就进城去 我和他们永远道别了 我只请求他们把我的决定 偷偷地告诉我的表兄 博纳尔 还有可以再见我一面的地方 自从我当了学徒之后 我就很少看到他 有一段时间 我们常常在星期天见面 但慢慢地 我们都有了别的习惯 见面的机会就更少了 我相信他母亲对这变化 起了很大的作用 他是一个上城区的孩子 我是一个来自圣日维尔的穷学徒 虽然我们有亲戚关系 但是我们之间不再平等了 和我交往对他来说是一件有实体面的事 不过 星期关系在我们之间并没有完全破裂 因为他是一个天性淳朴的人 有时还是依照他自己的意愿 而不是他母亲的教训形式 知道了我的决定后 他赶紧来看我 他没有劝阻我 也没有打算和我一起跑 而是送了我一些东西 帮助我出走 因为以我自己的盘缠 我是走不了多远的 他送我的东西中 还有一把短剑 这把短剑我十分喜欢 我一直把它带到都陵 在那里 我穷得实在没法 才把它卖了 卖的时候 我好像在割自己的肉一样 我越想他在我关键时候的行为 我就越是相信 那是他听了他母亲 也许还有他父亲的话的缘故 因为要是由着他自己 他不会不劝我回去 或者跟我一起走 但是他没有 与其说他是在劝阻我 还不如说 他是在鼓励我按计划行事 看到我下定了决心 跟我道别的时候 也没有掉几滴眼泪 从那以后 我们之后再没有通信 也没有见过面 这真是令人遗憾的事 他的性格 从本质上说是好的 我们相互之间的感情很深 在我把自己抛入命运的赌场上之前 让我思索一下 假如我遇上一个好师傅 我的命运将会是怎样的呢 当一个安闲平稳 默默无闻的手艺人 特别是在某个行业 比如说 日内瓦的雕刻行中 当一个工匠 这比什么都适合我的性格 从而会带给我更多的幸福 这样的地位足以维持舒适的生活 但不会使人发财 它会在我未来的日子里 限制我的野心 留给我充分的闲暇 来适度发展我的爱好 它会让我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而不会给我机会让我远走高飞 我的想象力丰富的足以使我以狂乱的幻想 来美化所有的欲望 强大的足以将我随心所欲的 从一个幻想飘到另一个幻想 这样我实际所处的地位怎么样 我并不关注 从我所处之地到我的空中楼阁 并不是遥远的距离 我很容易沉迷于虚幻 由此可知 天下最简单的职业 麻烦和焦虑也最少 允许有最大的精神自由 是最适合我的 而这原来恰恰就是我的职业 我本来可以遵从我的性格 我信仰的宗教 在我的故乡 我的家庭 我的朋友中 从事适合我趣味的单调工作 在符合我心意的社会中 或者适合性格的平静 安逸的生活 我本来可以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一个好公民 一个家中的好父亲 一个好朋友的 我本来是热爱自己的职业的 也许还能成为这一行业中的光荣 并且我本来可以在度过简单平庸 但安宁的一生后 得以圣中正寝 虽然我无疑会很快被遗忘 但在有人记起我时 我会得到哀悼追念的 但事与愿违 我将描绘出一幅什么样的图卷来 先还是不要急于诉说 我生活中的悲哀吧 这个让人感到心酸的话题 我将会占用读者们很多时间的 忏悔录 使人远离了那些愚蠢无聊的书 我的运气 也使我和那些淫秽放淡的书隔开了 倒不是拉特里布 这个八面玲珑的女人 在将她们借给我的时候 心有所记 而是因为她为了夸大她们的价值 对我提及她们时 总是一种神秘的口气 这种口气恰恰使我产生了一种 又羞耻又厌恶的感觉 于是我就拒绝了 我生性腼腆 再加上机缘 在三十岁以前 还没有看到过一本这种危险的书 这种书是会让一个上流社会的女士 感到不变的 因为她们只能躲着一个人读 不到一年 我就把拉特里布那一点点书都读完了 闲下来的时候 对书的渴望让我心里发疼 我已经用读书的方式 治好了我幼稚无赖的毛病 在我所读的书中 虽然有因为选择不当而经常有些换书 但它们还是使我的心灵 充益着比我的生活环境 所给我的要高位的多的感情 我伸手可及的一切都让我变烦 而能引诱我的又离我太远 我看不到任何可以使我的心灵 得到满足的东西 我兴奋起来的肉欲 渴望快乐 但我却想象不出如何满足 我已经远离快乐了 仿佛是个无性的人 我成年以后 有时回想起我的狂热 却想不出更多来 在这种奇怪的情况下 我无休止的想象填补了我的空虚 把我从自己手中拯救出来 平息了我日益滋长的情欲 我通过想象我读过的书中 曾使我感兴趣的情境来自我满足 我回想他们 改变他们 对他们重新组合 使他们变得十分真切 我成了其中一个 曾满足过我想象的人物 总是看到自己 处在一个融洽的环境里 最后 我完全把自己 置身于悬想之中 忘掉了让我 极不舒心的现实情形 我喜欢幻想 沉醉其中 结果厌恶起我身边的一切来 并使我一生孤独 这种性格 似乎会引出种种奇怪的结果 极其阴郁 厌世 但实际上 这一切却来自一颗充满了温情 充满了爱的敏感的心 只是在现实中找不到之音 它只好在幻想中求得滋润 在这里 我只是想解释 我之所以好幻想的根源 和改变了我激情的原因 幻想通过它自己 限制了自己 而太多的欲念 使我总是 着于行动 就这样 我到16岁了 我心神不定 对我自己不满 也对一切不满 自己生活的环境 毫无趣味 自己的年龄 也不能让我高兴 沉迷于自己 也茫然无知的目标的向往之中 莫名其妙地流泪叹息 总之 看不到周围 有什么值得留恋的 我就更加着迷于 名思遐想 每个星期天 我一起当学徒的伙伴 做完礼拜 就来找我和他们 一起去散散心 只要有可能 我总是避开他们 但一旦 我投入到他们的游戏中 我就会比谁都兴奋 跑得比谁都远 让我动起来不容易 让我停止也不容易 我总是这个脾气 我们在城外散步 我总是走得比谁都远 怎么回来 我想也没想过 除非别人替我想到了 我有两次 在关城门前 没有及时赶回去 第二天 我的遭遇可想而知 第二次 我答应师父 不再重犯了 所以下决心 不再去冒险 然而 令人恐惧的第三次 还是降临了 可恶的 米努托里队长 关城门 总是比别人 早半个钟头 我的小心 变得毫无用处 我和两个伙伴一起回城 在离城半里路的时候 我听见关城门的号声响了 我两步并坐一步走 我听见鼓声敲响了 赶忙拼命好 跑得上气不接下气 浑身湿透 心荡跳得喷喷作响 我远远地看见士兵们 站到他们的岗位上了 我冲上前去 嘶哑着嗓子拼命喊 但还是太迟了 在去前上二十步远的地方 我看见第一道吊桥 已经升起来了 听着那些可怕的号声 在空气中回荡 我的心不禁哆嗦起来 命运凶险的恶兆 在那一瞬间 向我露出了面容 请教览 点赞 谢谢您的帮助